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你们家里人 他是我们家里人 但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 你怎么可能 狐狸 这么晚了你去哪呢 管着吗你 我告诉你狐狸啊 现在小军被抓起来了 人就在拘留所呢 他倒黄带子是你们家王跟深指使的 王跟深是要负责任的 他不是跑了就没事 这是法律责任不是开玩笑的 法律你懂吗 你听明白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们怎么就不信我呢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 我还得找他呢 那对孩子负责任 你知不知道 可是问他 儿子 儿子 在哪了 儿子 我害怕 小龙 你说你妈怎么办 你爸也找不着 那他们还逼你妈 行了 你赶紧带孩子回去吧 孩子都没穿衣服 我告诉你狐狸啊 这次我跟你没法 这个啊 接下两次啊 怎么回事啊 认识是国安局的人啊 是不是你们家二亮又管闲事了 不是 小娟儿 那孩子被抓起来了 为什么呀 说他倒卖黄色都需要带你知道吗 啊 什么呀 这事啊 你听我的 别管 让这孩子在里面多受几天罪 没有坏处 这次那孩子真是被冤枉的 我跟人弄不好整个新疆细 这辈子都毁了吗 他该多大呀 你呀 早晚我遇上 早晚什么呀 我不说了 别人 求你了 帮帮我吧 真的 行啊 我马上去拜行了吧 那个 你呀 最好让他今天 不是不是 你一定得让他今天出来 那孩子在里边多遭罪啊 你以为公安局是我们家开的是吗 小娟儿 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我领你行 真的 我真拿你没办法 我领你 爸 小舅 你怎么样啊 爸 我没卖黄带子 他没冤枉我 我真的没卖 爸知道 爸知道 爸什么都知道 孩子 爸 你带我出去 我不想待在这 我真的不想待在这 小舅 爸也不想让你在这待着 知道吗 爸也在想办法呢 你看小舅 我跟你说 你这孩子 你有说你就是不听爸的话 是不是 咱挣钱有好多种挣法的 干嘛非用这种方法来挣钱 是不是小舅 爸 现在说什么都完了 你听爸的话 好不好小舅 一定要听爸的话 我跟你说 现在不玩 知道吗 你跟警察同志 把话说清楚 把那天发生了什么事 你仔仔细细的 跟你他同志说清楚 好不好 喂 喂 喂 福利 我跟你说 你给我送这下来 你咋不来呀 没有了 一分钱都没了 谁的电话呀 谁的电话呀 你朋友 不会是王跟生的吧 哪能啊 我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妈 妈 那是沐吃饭啊 现在就去吃 哎呀 气死我了 我回忆了 我活着去了 你小心点 不要让你抓了 等半夜了 你都睡了 我再回去 来了 喂 许诺 你们家今天做这么多好吃的呀 今天啊 阿蓝接小舅去 可能今晚就回来 是吗 喂 许诺 刚才狐狸接了一个电话 我觉得他肯定是王跟生打来的 是吗 你听见了 他不承认 他肯定是王跟生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愿 上天他没那胆 下海他不敢 早晚得回来 就在桶子楼等着他 妈姐 你也帮我盯着点啊 没问题 咱就在这堵住他 你想起来就生气太坏了 先去 你 陈诺 过来看看你 孙师傅 这么大半夜的真理 而且他们还没回来呢 没有 我急死了 你说我这么在家等着 我都想穿上衣服出去找找了 你可别出去啊 都受了凉了 你这么等着也不是个事 你还没吃饭呢吧 老吃个下呀 那总得吃啊 真吃不下 孙师傅 那你就早歇了点 对 你躺下睡觉 说不准你一觉睡醒了 他们就回来 是啊 别和你吵醒了 回去休息啊 这么晚了 许诺 甭管他们几点回来 你就叫我啊 好好好 你远一下 那我们走了 别惦记这儿了 好好好 真是 给你们添麻烦 谢谢这儿啊 小赶紧 谢谢这儿啊 叫你 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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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阿嬷阿嬷阿嬷阿 阿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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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快点 慢点 快点 你快点摔倒啊 你国际上去站点摔摔了 摔摔了 大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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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 怎么回事 摔倒了 别说了松衣人叫你叫 大伙媳妇 我怎么还行 你们都不走车 好吧 大伙咱们骑自行车 郭娟 郭娟 自己上车吧 行 你拉着你妈 我翻轨 坐翻轨 给我退车吧 你行吗你 行 你干吗 你干吗 郭娟 我在老家的时候 给别人结果生是吧 你就赶快退吧 他怎么不相信我 怎么搞这是 什么事 没问题 怎么回事 黏黏了人哪儿去了 因为小郡的事还还在居留所呢 小郡还没回家啊 回来不就没这事了吗 那黏黏不知道许能出事了 还没来得及打电话 给你打电话 快快快 我在这儿来 谁能够证明你说的是实话 当时只有我们两个人 没人能证明 那我问你 你确定是丁耀武在红星机械厂 给的你带的吗 确定 那好 你看个笔录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在上面签个笔 来二家出事 你得赶紧回家呀 你们家出事了 怎么了 医院来电话说你妻子住院了 胎儿业的问题 你还是赶紧先回去吧 谢谢江涛 谢谢你 谢谢你啊 比较紧没事的啊 怎么样 你怎么这么许诺的 你身上有危险 我不是 小笔呀 syndrome 这是阿姨比较脅 在那个手术室里啊 他怎么样了呀 还要我才能知道呢 雷儿亮了你这个爱欠刀的呀 你说你怎么能把许诺依一个人放在家里 妈 还有我这孙子要是有什么好歹 我跟你没完 大姨 不是我的错 我没教育好儿子 是 小婶 小婶家说 是我 孩子已经生出来了 但是因为不足愿 体质非常差 已经送进保温箱了 那大夫 我能看看孩子吗 现在还不行 那我闺女怎么样呢 您别着急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抢救 她现在情况还不是很稳定 那 陈医生病人突然大出血 好 马上出血 大出血 儿恋啊 儿恋啊你 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我一把十一把尿地 把她拉扯大了 我告诉你 我闺女要是和孙子 有什么三长两短呢 我 我就不过了 妈 别人 妈 你说大叔 你这人看大出血 必须马上输血 但是血缘已经不多了 那你们医院 为什么不被血缘 你们开的是什么医院呐 今天出现几个出货受伤的人 都需要输血 所以血缘已经不多了 那你们赶快去找血呀 找血呀 妈呀 你看什么呀 这半夜三更的 血库都下班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 妈 您叫人别着急 别着急 要不您大夫抽我的吧 您什么抽象 我应该是A型 不行 患者是B型 我是B型 我去和女儿医院 对 生命岁数太大了 你抽我的 我去B型 我去B型 你别吵 听护士讲 这样大家一个个去化验 谁合适抽谁的 好吧 好好好 那谁那个小兵 你带他们去化验好了 跟我走去抽血 先快去 花儿 别乱 别乱了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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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是在我们那嘎嘎了 那抽血茶的贼快 真的 神社高凤华 丁信峰 我 我吃 碰一下 我吃 你们两个血平适合 是那边的采血吃采血吧 好 谢谢 大夫 我是你状 你可接着抽吧 抽多少我都不怕 只要大妹子好了以后 对我们农村人好点就行了 好 你能知道了 走 跟我去采血啊 快走 小薏 也 肯定 真不疼 不疼 一咬牙 一登人就过去了 真正气 快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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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一定要清 一定要清 你跟我出去吧 你还进来干什么 爸 爸 咱们去看看孩子吧 吃吧 吃吧 先看看 这么小的孩子就被放在保温箱里了 可以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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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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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晚上就是 干什么 老刘 你先进去待会儿 我跟媳妇来 行了 行了 好嘞 大家来点 多天晚上 我家就找你来了 你 你怎么不提前告我一声 我瞧着 就是那后半夜回大伙儿都睡着了这时候 我没想到 但楼道上我让许诺看见了 先给我跑得快 你把许诺还宽了 你知不知道 哪儿了 昨天许诺追你 为了问小军儿的事 结果摔了一跤 把肚里的太儿给早产了 现在生死不知 啥儿 结乱套了 孩子掉了 掉了 你回去 你跟我说说 你快点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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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儿 你快点醒了 我跟你说过 在这世界上 如果没有你光我一个人 我可不行 媳妇儿 你知道吗 我看见咱们的女儿了 女儿那个 小手 小脚业 你知道吗 咱们女儿那个小脸啊 可笑可笑 快点儿好吧 快点儿好吧 媳妇儿 你好了以后 我们两个人一起 带着女儿回家 好 干嘛呀 孩子 孩子可能不行了 正抢救呢 谁能这边有我呢 你赶紧过去看看 行行行行 好 不是那师哥不恨死我了 我得去医院看看你啊 你不能去医院 你想进公安局啊 不是那你说现在是咋的 你说 那师哥呢 不是啊 那是我跟你儿子重要 还是他们重要啊 最近最近我呀 最近我呀 最近我咋这么倒霉呀 你说我前天我这么多年 我先挣这儿钱 加上你这哥 你这情歌 你都给我一个字都没有了 跟神 小绝小绝出事了 顶要我顶要我 我把屎门子扣我脑子上了 我跟你说 现在我天天无理 我少险 我少险 我呀 我现在我呀 跟神 我想好了 你呀赶快离开这儿 到外地挣钱去 对 对 我去外地 对 我不能自说 我去外地挣钱去 我挣多了钱 我挣多多钱 我给 我给师哥 我赎罪我 爸 有消息没有 怎么说 没有消息啊 没有啊 被人家什么 被人家什么 我先放心吧 孩子又缓过来了 天哪 天哪 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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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你在这儿干嘛呀 你在这儿干嘛呀 我请不假了 过来陪陪你 你大白天不上班 你在这儿陪我干什么呀你 我又不用你陪 不是你别在我身前晃行不行 你晃着我心里烦我晕得不 你还晃 主任 对不起 对不起 来师傅 可以找医生找你 好 陈医生 您找我 是 找你来呢 有些情况必须要跟你说明一下 你的女儿才刚刚七个月大 身体各方面的发育还不是很好 哪怕她再大一个月 我都有把握救活她 但是现在不行 那 医生 你做个决定吧 我做个决定是什么意思啊 治疗很可能毫无意义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医生那是我的女儿 您一定把她救活了 那是我的女儿 医生我求求您 您一定把她给救活了 行吗 医生我求求您了 我们一定会经历的 一定会 听我说她没有爸爸 她不想见你 警察同志 请您帮我转告药物 自己做错的事自己要承担 不能对不起别人 不能对不起别人 而且 也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 别跟我似的 你放心 你的话 我一定带到 谢谢你 宽舍家属 我们已经尽力了 没有办法了 不是 大夫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你想想办法 我求求你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已经尽力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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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呀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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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好了以后 再去看 媳妇 你可醒了 你这么站天 你可吓死我了你 没事吧 媳妇 见她们女儿了吗 长得像谁啊 像你 像我 你不说话呢 你说话呢 不说话呢 啊 啊 老丁 这事你不用多想 饭不让跟自己过不去 跟你没什么关系 怎么能说跟我没关系呢 这叫我毕竟是我的儿子 确实是我没教育好的 我今天去了一趟公安局 这小子还是不想见我 我说哪天你陪我去一趟 你帮我好好劝劝他 我还是想让他说实话 因为我总觉得爱娟 还是让药武给冤枉 不是你想过没有 这事如果真是像你说的那样 药武这孩子会被探刑的呀 我知道 但是我还是想让他做一个诚实的人 有了错不怕 但咱得认 别走我以前的老路 有了错不怕 对 药物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 还要我说你个小混蛋 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我没爸爸 要我 爸是对不住你 也对不住你妈 可是你二两叔跟小军 没有对不起你 你为什么要害他们呢 没有对不起我 他们从来就没看得起我 从小就讨厌我 都是因为你 要不你告诉爸爸 是不是因为你对小军有成见 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黄色录像带放在包里了 他管我要的 要我 你不能诬陷小军 你自己做的事 你要自己承担 我没有诬陷他 我说的是实话 那你说 那个王根生是怎么回事啊 他是我老板 我给他干活 他给我发工资 那你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 那个黄色录像带 都是王根生给你的 啊 说呀要我 要我 爸爸是对不住你 可是你不能为了保护自己 你把责任往爱君身上推啊 你以为这么着你的罪行就能减轻吗 你伤害别人 其实就是伤害你自己 爸爸求你了 好吗 别走我的老路行不行 老路 什么老路 我没听说过 小军的妈妈 为了小军这事摔了一跤 怀了七个月的孩子 没了 廖伯 把他求你了 好吗 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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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爸头是什么样 你就说句话呀你 这芹菜特新鲜啊 嗯 摄影一样 老板 哎 你们家男人呢 哪儿去了 还藏着呢 哎 你说他是不是站着三角的爷们啊 那男人就得敢做敢动知道不 我看他啊 连老娘们都不如 伯律 你挣钱啊谁都不反对 但不能损人利己啊 就是看着小军官在公安局的拘留所 你们家王跟生逍遥法外 心里就痛快 早晚呀早晃了 这话呀我哥这儿 你等着瞧吧 这干什么事这儿 多缺德啊你说 合身啥的呀 狐狸啊 狐狸 你跟我处理一下 我看看啊 是不是二女的 什么事啊 这家人缺不得了 怎么了孙师傅 我知道狐狸 跟生干这些事啊 你可能会弄全知的 可这事 太缺德了 你可别怪我说脏话 缺了八辈子得了 不是孙师傅 那黄大的不是我们家根生卖的 真的 那不是他的 他藏着眼睛的干嘛呀 他躲起来 那不是更说明他有事了吗 你去告诉根生啊 劝他自首 要不然咱这桶子楼 他这辈子都不想进来 我问你孙师傅 那如果这黄大的 不是我们家根生卖的 他是不是就不用去新疆劳改了 那不是他的 那他去新疆干嘛呀 去新疆的 那都是重犯 根生 你到了温州以后啊 就去找表哥 他那卖服装 开饭馆 什么活都有 你到了那儿以后啊 一定能给你张罗好了 啊 周 反正 过哪儿说的 昏吹人压了 他回来 家里这边呢 就拖回你了 帮我多费钱吧 放心吧 这边有我呢 啊 我 媳妇 你得睡觉 知道吗 你这成天的不睡觉可不行 你不睡觉身体养不好的 不能睡 我不敢闭眼睛 我只要一闭眼睛就是我们的女儿 可是我就看不清她的脸 我就使劲看 使劲看 我想看看她到底长什么样呢 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 一眼都没见过 阿灵 她长什么样 像你还是像我 什么样 我们可以再生一个 啊 媳妇 但是你得把身体养好了呀 对不对 养好身体我们在生意 听话 小妹妹死后 爸爸变了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悲伤的爸爸 我知道 她整个身心都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我感到不安 非常的不安 王给神 王给神 你给我出来 王给神啊 我叫王给神 我 王给神呢 我 我不知道啊 你干什么事 你干什么事 王给神他杀了我外孙女 他杀了我外孙女啊 你敢 你敢讲道理啊 他杀了我 老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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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他搶你一块 他搶你一块 老姐姐 老姐姐 先说劲 有话好好说 有话好好说 哎呀 你这疾快的真的多麻烦 孙师傅 你说我们家许诺结婚十年了 好不容易有了孩子 多不容易 这样说的是 是啊 你说你咱跟谁说一想一想 我跟你说 他必须得找你 他得找你 老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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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咱上身 听你说 你给我站住 你这个不是人的玩意儿你 你养的儿子 都跟你是一个德性 亲人分不拉人事的同性 哎呀可气了 别气了 老姐姐 老姐 老姐姐 儿童我喘了火呀 老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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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来 我回家 没事没事 你别站走了 我这基本都完了 哎 那个 我听说 我丈母娘过来骂你了 数着你来的是不是 哦 没事 这 她骂我两句 她心里舒服了 这不是好事吗 那个 这一段时间吧 我这不是忙着乱七八糟的事吗 那车间里边好多我就顾不上了 你多费心 啊 行 车间里也没什么事 你就全身心的照顾许诺 有什么事我及时向您汇报 行 那我赶紧给许诺把这余弄了 你放 你放 老姐 老姐 哎 给许的多补补啊 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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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小雯 让一下 我也不会做啥好吃的 大茶的粥得拉好吃 谢谢啊 我给他钻过去啊 那个 小红你接一下 二亮 孙叔 孙叔 我可记住啊 你刚进场当学徒的时候 吹过笛子对吧 对对对 吹过 我今儿啊 跟巨额部给你拿根笛子来 没事就吹一吹 知道吗 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也是帮助了自己 虽然当初二亮爸没想过这个 但今天的事实就是这样 吹不下 桶子楼里人们生活的能够如此和谐 像一家人一样亲切 都是因为我们之间的那份亲情 我开始叫你 好不好 行 你这么聪明的人 还有不会的 行 谢谢你啊 孙叔 谢谢大家啊 那个 我一会儿看许诺的时候 一定把大伙那好都给他带到了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过来 晒晒太阳 不冷了 来 那个 我可以来坐 我给你看点东西啊 那个我跟你说啊 那个 这两天啊 那个孙叔教我吹蹄子 说 先教我学会吹音阶 然后就教我那个 我是一个兵 我先给你吹个音阶啊 哎 哎 吹了啊 是不是特难听啊 你让难听我就不吹了 哈 说 我爱你 你 看你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